不得不说12代Corea的大方异彩 也让英特尔重回了CPU霸主地位 而其在市场上的热销 也逼迫隔壁的AMD反向跳票 提前发售下一代Zen4处理器 然而这早就在英特尔的算计之内了 今年早些时候 英特尔便放出了13代Corea的工程样品 而架构代号核心现成 性能提升也均得到了纰漏 至于更加详细的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投资者大会上 英特尔就向玩家们展示了13代Corea的工程样品 并宣布其将是12代Corea高效内核的两倍之多 而从架构细节来看 13代Corea的核心代号为Raptor Lake 将继续沿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 以及X86的大小和设计 其中能效核将采用升级的Gracemount架构打造 配备4MBL2级缓存和3MBL3级缓存 而性能核也就大核 则会从Golden Curve架构升级为Raptor Curve架构 并配备2MBL2级缓存和3MBL3级缓存 以此来改进IPC性能增益 至于实际的规格方面 旗舰框i9-13900K将由8个性能核 加上16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R4核心32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3.3GHz 锐频频率为5.5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2.3GHz 锐频频率为4.0GHz 用32MBL2级缓存 36MBL3级缓存 总计68MB缓存 然而是次机舰的i7-13700K 将由8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R4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3.5GHz 锐频频率为5.2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2.5GHz 锐频频率为3.9GHz 用24MBL2级缓存 30MBL3级缓存 总计54MBB缓存 而主流款的i5-13600K 则是由6个性能核 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4核心20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3.6GHz 锐频频率为5.0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2.7GHz 锐频频率为3.8GHz 用20MBL2级缓存 24MBL3级缓存 总计44MBB缓存 如果要与目前的12代酷睿做比较的话 13代酷睿除了核心频率提高 现成数上涨外 最为重要的就是增加了CPU的缓存配置 总缓存数大约有着55%的起升 很难不让人联想 英特尔是不是受到了AMD5800X3D的启发 但让人意外的是 13代酷睿的TDP功耗将会与12代酷睿保持一致 依旧会是125W 至于这样的原因 则是13代酷睿采用了新的DLVRTL技术 按照英特尔的说法 此项技术可使CPU的电压降低160毫伏 以此来减少20%到25%的CPU功耗 同时使性能提升7% 而根据WCCF Tech的消息显示 13代酷睿相比12代而言 有着高达15%的单线程和40%的多线程性能提升 而其中的旗舰款i9-13900K 甚至还有望达到5.8GHz的时事高频 这样一拉i9-13900KS的6G频率应该也会实现 至于其他方面 13代酷睿依旧会集成UHD770核显 并支持DDR4、DDR5内存以及PSI5.0技术 而此前的LGA17X槽、600系主板等也会继续兼容 当然了仍会有新的700系主板加入 至于发布时间 13代酷睿RaptorLex S桌面处理器 预计将会于2022年Q4季度与700系列主板同时发布 最快时间为8月或者9月 届时将会与AMD Zen 4处理器同台竞争 而关于Zen 4又会有哪些新的改变呢 我们将会在下期视频中为大家详细讲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野强 我们下期再见